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测试之前 首先跟大家讲解一下电缆故障测试的四大步种 第一步 发展故障性质 使用决定电舞测试表以及外面表 第二步 使用LP302定位电源 WR20波粉式进行故障预定位 第三步 使用T5000管线仪进行入境巡测 第四步 使用PV10精确定点仪进行故障精确定点 仪器介绍完毕 下面开始正式操作演练 首先我们使用2500骨绝颜电舞测试表 进行我们的带测电缆的相对地以及相间的绝颜测试 正式操作演练的相对地 中文字幕——YK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测试 首先第一步 使用2550V绝缘电动测试表 对该电缆进行向飞机以及向肩的绝缘摇测 那么在测试之前 首先将待测的其余两项 短接并接地 首先校正一下表 觉得那种测试表正常 经过测试发现 该项为故障项 以此类贴将其余两项也进行测试 测试完毕 需要对该项进行放电 放电完毕 那以我们绝对那种测试表测试完毕 我们发现 该电的APC三项 均为故障项 此时我们再用外源表进行复测 判断该商店三项是高速故障还是低速故障 所谓低速故障就是说 然后我们用外源表进行测试 发现组值低于200欧姆 我们称之为低组故障 高于200欧姆 我们称之为高组故障 首先将外源表进行 短接看表是否正常 凉好 经过测试发现 A项组值接近0.26兆欧 B项组值接近0.04 真相组值0.0.40兆欧 那么根据我们的组值判断 该条电缆ABC三项 定为高组阶梯鼓掌 那此时第一步测试完毕 首先使用多反射仪的低压慢充法 进行我电缆节奏和测试 使用低压慢充线 一端接仪器 另外一端红黑夹子 黑夹子接我们的接梯辫子 红夹子 接到任意一项 然后开机 组类值接待 开机完毕 首先选择范围 缩选范围是0到100公里 那我们这边选择比目测长度长几个 点击范围选到200米 其次选择波速度 因为持千副电缆绝缘材质为胶帘锯 所以波速选择胶帘了 然后点击测试 屏幕显示有波形 然后通过左右键移动虚光标 将光标挪到第一个峰值最大的拐点 然后右上角有读数 84.6米 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电眼的全长 以此类推将其余两项也测出 结果一致为84.6米 由于我们的电眼故障为高阻故障 所以此时我们需要用到脉充电流法 进行故障点的预定位 所以要用到我们的高阻单元 那下面进行慢充电流法的接线 首先需要将我们LP30-2电眼故障定位 电源的仪器保护接地 以及放电棒接好 电源的仪器保护接地 旁边就在中间 放测试 接地的位置 那么有两个 想不到 Code 我 写 我们 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然后进行仪器的测试线连接 首先先接好我们仪器的工作测试地黑色夹子 将黑色夹子接到尽端测试端屏蔽屏屏并且接地 然后红色高压输出限价接到故障效 下面进行拨反射仪的接线 下面将我们的脉充电流偶额器一端接到我们的拨反射仪 另外一端 指向电缆加在工作测试地线上 慢充电流法接线完毕 下面进行我们的仪器操作 首先将我们的电源接上 拨反射仪 首先第一步选拨范围 范围选到比所测全长3到5倍最佳 所以此时我们选拨范围选到第一个400米 第二个调整拨速度 因为时间副电缆为胶联锯器电缆 所以拨速度选择胶联电缆 适当调整增速度 按下测试 屏幕显示等待触发 此时则可进行深压操作 首先打开302定位电源开关 选起高压分旋钮 按下高压合拆开关 进行深压 调节高压旋钮 调节旋钮 调整到大概10到15000V 观察电影表指针回摆程度 若出现大幅度回摆 则说明过让点击穿 下面进行波形分析 波形采样成功 下面进行波形分析 如 如图所示 我们得到一个 规律的 有周期性的波形 根据慢充电流法 我们需要选择其中一个周期 首先按中间 呃蓝色按钮 进行虚实光标切换 将初始光标调出 调到第一个周期的峰值 按下中间切换 调整末光标 将末光标调整到 第二个峰值 前面的拐点 此时观测 移气 右上角读速 64.6米 此距离极为故障点到测 测试端的距离 脉充电流法 整体测试完毕 下面 我们进行我们第三步 电缆路径行测 首先需要将我们的高压单元先关闭 这边我们进行第三步 电缆路径探测 使用我们的T5仙管线仪 首先将我们的T5仙发热机 与我们的电缆相连 红夹子接到我们组织相对最高的那一项 黑夹子接地 然后在末端将相对应的效接地 为了保证我们回路的唯一性 需将我们电缆两端的接地辫子拆掉并旋骨 发射机接线完毕 下面进行开机测试 开机完毕 MF切换频率 将频率选择为SS-84400赫兹 观察仪器输出 观察仪器输出 50毫安 方格呈现黑色 发射机正常输出 下面打开机完毕 将频率调整为SS-844K赫兹 然后 以发射机为中心 两道三米卡尔转圈 背对发射机 接收梯垂直于地面 不可倾斜 然后转圈 通过转圈 找到一个信号相对最稳定点 观察接收机仪器界面 发现绿色线为我目标电缆 通过左右箭头 确保接收机处于目标管线正上方 左上角加号 显示正好处在目标管线上方 右上角 黄色箭头指示 电缆前进方向 红色区域说明 目标管线正上方或正下方 存在干扰 然后 我们根据 箭头方向 确认路径走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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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loos 好 接收机可探测我目标管线的深度 将绿色线与仪器黑色线对齐出现左右箭头 螺盘方向指向正前方 此时按下I键得到数据0.87米 此数据即为电缆埋伸 刚才第二步我们所测电缆故障点大概在60米 那么此时手持接收机走到大概60米的位置即可 那么第三步电缆路径探测完毕 下面我们进行第四步步让你精确定点 首先将我们的高压单元线连好 首先将我们的仪器保护接地以及放电棒接好 其次将我们的仪器保护接地 测试工作测试地接好 最后接红色高压输出 将我们的高压单元定位电源线接好 仪器保护接地以及放电棒 还有工作测试地以及高压输出全部接好 然后接上电源开始伸压 伸压伸到大概15000V 电线表紧身大幅度回摆 说明故障点击穿 此时我们使用我们的PP10精确定点仪 进行故障点精确定点 再生成功 了解 一些因素的 充分并不足 自己的试图 试图 都要遮复 皮 油 石 根据第三步所探入镜以及大概60米的位置 我们步行到大概60米固让点附近进行精确定点 我们已经来到第二步固让预定位距离附近 那么下面我们观测一下我们PP10精确定点的一些仪器指示 首先选择模式 按下设置键 选择深磁测量 声波增益以及磁壤增益调节分别为4 然后观察仪器液晶屏显示 看声波与磁壤是否同时亮 经过多次触发我们发现声波与磁壤 两个小黄光标同时亮 且有稳定的以毫秒为单位的升值时间差值5.2毫秒 此时我们再通过耳机 听到有微小的放电声音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一个点进行测试 通过观察仪器界面 发现 时间差值变小 而且耳机里放点声音变大 那么我们继续往前 继续观察仪器液晶显示屏的升值时间差值 发现 与上一点相比 升值时间差值变大 而且 通过耳机听放电声音 发现放电声音变小 说明此时我们已经过了故障点 经过前后反复对比测量 我们发现在升值时间差值最小的点 且耳机里放电声音最大 该点及于故障点 测试完毕 下试一般 下试一般 至于 下试一般 下试一般 会认为 里面 格 引出 期望 不可 拳 上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